好 现在这一期我们要做的就是 制作这个翻滚的 加入这个翻滚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事情 在加入翻滚的功能之前 我们要处理一下这个翻滚的动画 在一开始我们导入了两个动画素材包 一个就是这个 持键的这个一套的动画 然后另一个就是这个翻滚的这一套动画 然后这两套动画素材包各自都有自己的 一个 骨骼 你看这个是 roll and dodge就是这个 翻滚的素材包里面的骨骼 然后下面这个 键的功能动画里面你也可以在他的model 在他那个 manequin 然后match里面找到他自己的骨骼 现在我们角色 现在我们这个角色用的就是这个 这个键功能动画里面这个骨骼 然后我们不能够直接把这个 翻滚动画包里面的动画直接套用在我们角色身上 因为他们的骨骼不一样 他们引用谷歌不一样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 retarget animation 我出了一期专门的视频 去讲解了怎么去 就是 怎么使用 虚幻生存下载下来的 动画素材包 然后怎么就是 target animation 我会负载这个 link 附一个link 在这个视频下面 下面我就简单的 先把完成去 这个过程 我们去到这个 翻滚动画包里面 我们可以 寻找这个动画 这动画我们选择一个 他有implace rule motion 这个翻滚我们就是用 rule motion 因为他的翻滚也自带位移 这样我们就不用说 在他原地翻滚 然后再又写 逻辑去让他 产生位移了 这样 所有位移啊 动作都在包 包括在这个翻滚本身的动画里面 然后这个翻滚的话 我们就选择哪一个动画呢 就是 这里有好几个动画 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Roll backward Roll forward 这个 这是一个向前 向 向左 然后我们就是要选择一个向前 向前翻滚的动画 我们选择这个向前这个roll forward 这个动画之后 好 我们要首先要完成这个retarget的过程 我在这里再简短的去过一下这个retarget 首先我们去到这个键的模型 这个 skeleton这里 我们去到这个skeleton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点viewpost 可以看到他现在当前是这个post 我们首先第1个事情就是standardize他们的 就是去标准化他们的初始的post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借用一个 post的fbs文件 就是等于说你在网上下载一个标准的tpost的 模型文件 现在我这里已经下好了 他这个 用这个tpost来胶正 胶正 这个 这个 这个skeleton这个骨骼的初始的post 然后我们先导入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骨骼就是把这个tpost 绑定到这个键的这个骨骼 就是键素材的这个骨骼上面 然后我们点 import 你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 东西了 他其实就是一个tpost的形状而已 没什么 特别的 然后我们这里点击右键create create一个post asset 创建一个姿势的 素材 然后创建了之后 这个 这个 这两个东西是基于这个骨骼的 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骨骼点viewpost 然后点modifypost的时候 在这里 可以选择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一个post 这个post就是刚才我们导入了 这里有两帧 但两帧它都是同样的t字形的 就选什么没所谓 我们就用post 点import 你看它稍微有些改变 可见刚才的那个tpost 还是跟这个 我们导入这个标准的tpost 是有区别的 然后至于你要哪儿找标准的tpost 你上网搜一些标准的tpost文件 適用于 虚幻引擎的这个骨骼的 标准tpost tpostfbs 拿来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现在的姿势调整到 跟我们导入的tpost文件一样的post之后 我们在 在modify文件这里有一个usecurrentpost 就是保持 保存它的currentpost 然后确定 然后确认这里的rig是不是human noise 是不是人形了 也是 确定好 然后之后我们再到那个 翻滚那里 因为我们要把翻滚的动画 retarget到这个 这个 剑的这个攻击动画素材的骨骼上面 所以我们确保他们两个的骨骼是一模一样的 应该说是 他们两个的骨骼都是虚幻的标准骨骼 我们确保是他们两个骨骼的标 初始姿势 初始的post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点开这个翻滚动画的翻滚素材的骨骼 可以点viewpost看一下 你看他的翻滚动画的骨骼 他的post就是一个 A字形的 他就不是t字形的 如果你直接这样retarget那个动画到那个 建的动画的骨骼上 那他就不会 就会不完美 因为他就是有偏差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先看第一个东西就是这里一个 select rig 这rig它不是humanoid 我们需要 保持这个移植就是说把它选择人形 这是一个人形的这个 骨骼 不然如果你不选这里的话 他选择那个retargetanimation的时候 你会找不到 对应的那个 骨骼 就是我们确保那两个都是人形的 然后我们再点 这个 确定一下 这个之后呢 我们去到这个mesh里面 啊 跟刚才的操作一样 点单机就键 然后import 刚才呢 就是导入刚才的 我们说的t字形的标准化骨骼 啊标准化标准化 模型啊 他就是一个标准t字形 然后把这个t字形绑定于我们想要调整的骨骼上 啊我们想调整这个是roll and dodge就是翻滚的这个骨骼 这几个名字都一样但你看的路径会不一样 roll and dodge 是这个第三个 好 我们就跟他绑定在一起然后import 啊然后他就进来了 刚才一样的流程创建一个post assets 创建好了之后你点开这个骨骼 点这个modifypost改变他的post 你选择刚才的post assets 就是他只会认识到绑定这个骨骼的post assets 然后你再import他就变成了标准化的一个t字形了 这时候他的就是动作 就是完全跟刚才这个键的 就是键的素材底下那个 呃骨骼的 初始动作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这时候千万不要忘了点这个usecurrentpost 去保存当时 他这个 动作 然后保存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安全的retarget他的animation 这时候我们这个 在这个roll and dodge 翻滚的动画素材包底下 找到他的动画animation 然后roomotion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选了这个roll forward root 就是向前翻滚 然后带那个 位移的动画 我们单击右键 然后就会看到一个选项 叫做retarget to animation set 我们就选择duplicate animation set retarget 他就会选择啊 看我们这是我们当前这个 骨骼 的 然后我们要retarget到哪个骨骼上面呢 他这里有一个就是 你看他的路径就是 sold animation set pro 就是我们 用键的那个动画包的骨骼上面 我就把他绑定到这个骨骼上面 选择 看下他们两个都是T字形的 如果我们刚才不standard 不标准化他们的话 他这个 左边这个他会是个A字形的 右边是T字形的 这样retarget之后效果就会 很不好 因为他就会有那个偏差 好 我们点击之后他会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这个复制出来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的player底下 这叫move here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角色可以用的一个翻滚的动画了 啊 所以这个翻滚的动画 我们现在还需要做一些处理 首先就是改个名字 啊 叫做这个 你想改成名字都随你 然后我们有了这个名字之后 我们就 啊 有了这个动画之后我们就可以 再稍微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 这个动画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动画的整个流程 呃我们可以 比如说如果你嫌这个动画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站起来这个帧数 延迟比较久 你可以把后面那部分给裁掉 就到80%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后面的不用了 那我就remove 这里然后点击右键 他有个remove 啊 这个后面的几帧 我们就可以 去把 26到29帧这三帧给取消 然后他就会比较短一点 我们现在先保存一下 然后这就是我们当前可用的一个翻滚动画了 啊 他就他的引用的 啊骨骼是属于那个用键的骨骼 为什么呢 因为你点开之后 你看他边左边 右边的这个 exit 啊 就是素材 选项的话 你可以看到 你选择其他动画的话是用键攻击的 而不是 而不是那个 翻滚的那个动画 因为他已经绑定了 他这些所有动画都绑定了同 同一个骨骼上面去 好